所以剛剛老師在準備的時候呢 就是把它 這裡面短的使用後 這裡很漂亮的綠色 所以這樣就變成這樣 就是把它一束一束綁起來之後 然後剪齊 直接用來綠色的綠色 先前面有的是同一種綠色 這個就像剛才一樣 無駄的綠色 然後先把綠色的綠色 就像老師在做這個盆栽的時候一樣 他會把一些比較亂的松葉把它拔下來 然後把上面剪齊 這樣子看起來就會非常的整齊 而且很可愛 所以現在時間都沒問題 所以 直接用來做這個 好 那這個是老師剛剛就已經剪好的 因為我們的盆子比較小 所以就是使用比較小的松枝 這三本的中間 哪一個要放在中心點 他現在就是要選說 哪一個要放在中心點 那當然就是選比較 長得比較繁盛的來做為我們的中心 要先做足 可以放在中心點 然後再再次用來自行 再一次長的成績 然後再次用來sek 然後再次用來自行 Puis在外母的中心點 然後再次用來自行 因為它是鬆脂 它比較堅硬 所以即使你插得很斜 它還是可以很挺 它在製作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你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美感 然後去幫它做修剪 那這個機體就已經先完成了 那因為我們最後會裝飾牡丹 所以我們就先把牡丹的部分放進去 然後把牡丹的位置空下來 那我先把牡丹的部分放進去 再考慮一下 再考慮一下 製作的時候可以像老師這樣 就是把你的花 跟你要裝飾的東西都先比過一次 確定好它的長度之後再插上去 確定好它的長度之後再插上去 那接下來就是用這個比較圓形 可愛的葉子 這個植物非常特別 就是你不管從哪邊切下去 它都還是有葉子長在那邊 所以非常的好使用 然後再切成這樣 切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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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使用的時候呢 可以就是把那個精簡的 比較跟葉片接近 這樣子上面就不會看到說 有一塊小小的凸起來 那雖然說這個是比較小的作品 一般小的作品 其實只要一朵牡丹就好 那雖然說這個是比較小的作品 一般小的作品 其實只要一朵牡丹就好 那是因為我們要過年了 所以老師為了增添喜氣 打算插兩隻牡丹 對 牡丹就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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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 牡丹就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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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